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琳琅满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三到八十岁都适合的话题 今天我们来聊聊的是薯片 那市面上的薯片呢大致上分为桶装和带装 那到底桶装和带装的薯片有什么不一样呢 科普一下桶装薯片和带装薯片的区别 桶装薯片是马铃薯和淀粉一起压制而成的复合薯片 马铃薯含量大约只有50%左右 带装薯片通常用新鲜马铃薯切片做成 口感更薄 更脆 因为比较容易氧化 所以带装必须冲上氮气 方便保存 今天我来介绍我最近很喜欢的进口好吃薯片 分为咸 甜 酸 三大类 第一款有的是 K-Rose Madrid Cheddar & Shive 薯片带皮 厚实 厚镜带咸细充味道 Ruffles Cheddar & Sour Cream 口味 姿势味道很香很浓郁 佛心饭量 常年文作必买收榜 充满异国风情的黑松露薯片 有点小贵 口感偏硬 有点咸 适合重口味的同学们 Honey Soy Chicken 烤鸡带微甜 有点像冰冰米国的味道 ETA Apple Cut Sweet Chili 口味 不辣并且带甜的辣椒味 掺杂大葱甜和蒸蒸香气 Ruffles Sour Cream & Onion 薯片超大片的 扎实 不会太厚 味道好 不会过咸 恰到好处 Lace Vinegar & Sour 咸倒是还好 但那个醋味真的是非常的劲爆 喜欢吃酸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 Red Rock Deli Lime & Black Pepper 带淡淡的青凝酸 却不会太超过 Black Pepper的热辣 不会咸 很自然的口味 总结来说 性价比最高的还是Ruffles和Lace 那至于为什么还是要跟你们介绍这么多呢 第一 我相信普罗大众都是需要新鲜感的 第二 这种能长胖的好东西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关注啊 点赞啊 分享啊